我们看一下这个 Divatives of Embraced function and inverse function 那这个是隐含数跟法含数的尾分 那这两个含数的尾分都用到零锁率 连锁率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显蓝数 显蓝数就是我y可以写成fs 多少个s 像这样子 s比方减一分是这个 不然就是y等于s 三方加一个五次方 七次方开根号都无所谓 那这就是显蓝数就是y可以写多少个s 那个叫显蓝数好不好 那你蓝蓝数长什么样子呢 好 显蓝数长什么样子 什么叫显蓝数 像这样子 就是y就是s的显蓝数 为什么 你可以把它除下来你想说那我除下来啊为什么不行 y就是s的显数啊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觉你一除下来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s就不能等于1了啊 正负1了啊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出来1如果带进来的话 两边是相等的啊 你一除下来就挖掉多挖了一个点了 对不对 所以跟原来的显蓝数结构就不一样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影蓝数的结构 那或者像这样子 反正X跟Y写在一起的啦 那就是影蓝数了啦 好不好 像这样子也影蓝数喔 那这样子你能不能把Y写成多少个s啊 你能不能把Y写成多少s啊 你能不能解出来 这边是Y的五次弯Y平方你能不能解啊 那你解不出来啊 理论上是可以 理论上那你可以解啊 问题是怎么解啊 解不出来 对不对 这没有公式解喔 五次弯喔 好所以呢这个 这个就是影蓝数 那这影蓝数当然是在曲线上来讲 你如果把s跟y对一个 一个s对到一个y或两个y 我不知道喔 反正你把它描出来的话 应该是一条曲线嘛 那条曲线的话 你就可以求它的切线协力啊 所以我要觉得呢 你那个切线协力还是可以求啊 那怎么求啊 那你就是y'嘛 对不对 那y'怎么求 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喔 影蓝数怎么回分喔 好 怎么会那个 怎么样喔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题 第题呢 我们看一下y等于s平方 y平方等于s y平方等于s 但是 这样子的y是不是s蓝数啊 就不是喔 为什么 因为你发觉一个s就对到两个y嘛 对不对 那我们蓝数不能一对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y就不是s蓝数喔 那这样子我们就称y为s的影蓝数 懂吗 它是一个隐性的一个蓝数 也就是说呢 什么叫影蓝数呢 就是局部来看是s蓝数 就是说我要考虑y大一点 y大一点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对一的 所以这时候y就是s蓝数 我可以整个y等于s 那如果是考虑负的话 y小一点的话 你现在y的范围 或者是现在s范围 那你局部来看的话 y就是s蓝数 那这样子我们都称作为影蓝数 那影蓝数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求微分啊 比如说在1那个点的切线写率啊 这都可以求啊 对不对 好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就把它拆掉 拆掉两个 一个y等于s 或者是y1点1-s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y是不是s蓝数 是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一个s就对到一个y 一个s对到一个y 这边也是一样 一个s对到一个y 一个s对到一个y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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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当然可以拿来个别微分啊 个别微分啊 比如说你要求s点1y点1的值 个别微分啊 好 那你如果合在一起怎么求啊 还是可以求啊 对不对怎么去求呢 我们看一下哦 云南书的微分法啊 我们怎么去求Dy Ds对这个fxy等于0 这个翻成4 好 对这equation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微分 这个翻成4的两边哦 微分翻成4的两边 就是两边对对x对什么 对s微分 with respect of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对什么微分啊 对s微分 那这边利用要要利用到 潜入连锁力 就碰到y就切进去微分 把y讲成s栏数 就是一个隐栏数 你说事实上y就是s栏数 只是我没办法表现出来而已 你就把它当一个隐形的 好不 那你就切进去微分 切进去微分的话 你碰到y就一个底y的s 那再把底y的s 就把它解出这个 所得到了 就第一步所得到的这个方程是 底y的s把它解出来就好了 也就是说 我的左边就底y的s 那右边就是全部其他的 能不能整理出来 可以啊 那什么方法 国中的数学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不好 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简单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 y平方等于s 就是 我求底y的s 在11 跟底y的s 在10 我如果说我要求 底y的s y'在s.1的导数 等于多少 那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你s对到两个 你到底要哪一个 好不好 所以难数的话 除非他是一个s 对到一个y 要不然的话 他必须告诉你 s跟y的坐标 要不然你不只要 要求哪一个 好不好 啊两个都可以求嘛 你的曲线乃书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好 我们看一下例子3 这y平方等于s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方案成4 好不好 你不一定要等于0 你就两边对s 微分 两边对s 微分 把y当s的暗数 两边对s 微分 好不好 两边对s 微分 好这个呢 y可能是更号s 可能是负更号s 但是你不要管 反正就是s的暗数 所以微分 怎么微分啊 这微分就是车方式搬下来 车方式减1 好不好 因为y是s的暗数啊 所以你要切进去微分 因为你也不晓得 y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你要切进去微分 这多一个动作就对了 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左边的微分 右边的话s对s 是1嘛 s对s是1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这第一个动作微晚了 那再把divy.s解出来 就是其他的全部 出到右边去 所以你的divy.s就得到 divy.s就等于2y分之1 来看mnt 这样可以吧 这样会不会 好所以呢 你的divy.s 就是啊 你要求在s.11的时候 你如果求s.11的话 那没办法求 对不对 因为他只是多少 他是2y分之1嘛 你要是看y嘛 对不对 y带过来是0分之1 好 好不好 你在1那个点 s.11 y.1这个点 这条写例 是0分之1 好不好 他根据点斜式 所以是y-1.2分之1的s-1 来 看面题 另外一个 divy.s 同样divy.s 在s.1 y.1-1 就是2y分之1 在s.1 y.1-1 带过来 y.1-1 带过来 所以负1 所以这边 协力是负的 这条线 好不好 在1-1 1-1 那个点 缺陷协力 就负1-1 所以根据点斜式 就得到它 反正式 来看一下面题 所以两个明显 在s等于1的位置 但是它两个 协力不一样 好 还有问题 OK 这个这 我听不懂 所以等号方程式等号两边对s 微分 那你碰到y 因为y是更s 你的y可能是 你的y可能是怎么样 你看你看 所以你的y是 更s的话 对不对 那挖掘你微分 这边更s的 y平方 你这怎么回分 你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是内层嘛 双数搬下来 双数-1嘛 对不对 再切进来对怎么样 对y为分嘛 有没有 对吧 那你发觉这个是 更s嘛 这我问你多少 1分之1搬下来 1-1是-1 这两倍更s分之1嘛 所以等于1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 因为这个等于s嘛 s为那样等于1 s对s为那样等于1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当 引寒数的话 这个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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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y 这个底y 底s 这边就是2y嘛 他底y 底s 到这里 好 对那个 你碰到y 你碰到y的话 你就是要切进去微分 所以 所以给你一个观念 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y等于yx次弯 yx的函数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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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r次方 这个微分就是次方数班下 还是次方数-1 再切进来怎么样 y对s微分就好了 好 看有没有问题 好 不 r 属于real 好 好 好 因为你丢一个s 先做这个y嘛 再取 r次方 对不对 所以他微分之后 是次方数班下 次方数-1 再切进来对y微分 好 看有没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一次了 好 第一次是求这个切线翻成四 对这个曲线 s3 1加y3 1.3倍s y 在这个o分之3o分之3 所以要曲线 画出来图形是这样子 这是a走 这是y走 这一走 y走 好不好 那这个点刚好1.5 1.5 所以这个点刚好是o分之3o分之3 在这个点的切线 切线 看起来是这样子 看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怎么样 可以加y.3 现在加y.3 那两个加起来1.5 加1.5是3 因为他怎么样 他协力一定 他协力跟那个 这个是-2-2嘛 对过来22嘛 所以这个协力是y.1 y.s 协力是1嘛 所以这样子垂直协力是-1 所以这样子垂直协力是-1 对吧 对吧 这样 对吧 这个暗数啊 怎么画 你怎么用电脑画 这要点数学的那个 要不然你画不出来 用电脑画 对不对 这个叫迪卡尔麦一线 迪卡尔麦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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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的重点是求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那个点的 切线翻程式 对不对 所以切线翻程式 第一个东西就是求什么 切线的尾分嘛 求他的切线协力嘛 对不对 好所以动作都一样 求切线协力怎么样 对这一个翻程式 求他的Y' 对这个切线翻程式 递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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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对S尾分 来两边对S尾分 把Y当S函数 来这个两个S函数相加的尾分 各尾分相加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这边是三倍的平方 加上这边尾分 这Y的三次尾分是 双方式翻下来双方式-1 对不对 他怎么样 碰到Y再切进去 文就好了 比Y的S 等于多少等于三 这三 两个S函数相整 文文一个固定一个 对S文是1 S对S文是1 固定Y 加上固定S 对Y为1 就比Y的S嘛 因为Y是S的函数嘛 来看有问题 这第一个动作有问题 Stable1有问题 第一个动作 有没有看得懂 来接着第二个动作 就是利用国中数学 把那个Y的S整理出来 能不能解 好 有可能啊 特别解 把这个Y的S整理出来 他移到一边 左边 其他移到右边 来第一个 那先把那个三倍消掉 三倍消掉对不对 两边提出三出来嘛 消掉嘛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你是Y平方 底Y的S 保留 这一项移过来 把这一项移过来 把这一项移过去 你 减掉X的底Y的S 就等于Y 减掉 把X平方移过来 对不对 好 接着呢 把底Y的S整理出来 把这个底Y的S 把这个底Y的S整理出来 把这个底Y的S整理出来 所以提出他的音是 可以吧 有没有 有没有看出来 接着底Y的S 等于多少 把这个怎么样 出下去嘛 对不对 出下去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就得到 底Y的S 如果33% 可以 提出 Fit 员 紫质 比外叠是有问题 这个喔 这三常数提出来嘛 对不对 这两个变数维分嘛 还就是乘以y嘛 所以两个相乘维分怎么样 维分一个固定一个嘛 对不对 你对s维分是1嘛 s对s维分是1嘛 他固定y嘛 加上固定s嘛 他维分y嘛 比y比s 好不好 维分一个固定一个 两个s变数相乘维分嘛 好不好 那维一个固定我们的公式啊 f乘以g的维分啊 f维分固定g加上固定f对g维分 可以吧 好所以呢 我们要求的是切线 协力喔 切线协力点多少 这时候的协力喔 就等于 协力就等于 在底y跌s喔 在 2分之3 2分之3这个点嘛 的切线协力嘛 y减掉s平方 y平方减掉s 在2分之3 2分之3 这点点多少 来点多少 怎么算 怎么算 多少 要不要算出来 来 多少 多少 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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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喔 这时间很快喔 事实上这个只要0.1秒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为什么 哈 这用看来就知道答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s等于y嘛 s等于y 你把s带y进来的话 你会发觉这两个拆个负号嘛 所以分整根本拆个负号 答案多少 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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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根本不用 稍微观察一下 好 靠一点脑力 不要靠苦力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切线就得到了 切线的话就得到是y 扣掉y0 y0是2分之3 等于协力是负号的s 扣掉s0是2分之3 或者是 你就把它整理出来 y加x0多少 把它移过来 y加s0多少 移过来是3 y加s 3 可以吧 就这样子 有没有 这是y轴 这是y轴 对不对 这个点的切线 这导数 这 这边导数是不存在 他这是y0s 他这是y0s 他这是y0s3 就是他在 2分之3 2分之3这点的切线协力 好不好 他这边有一个渐进线 这是y0s3 这怎么求 这个 我们是没有交 他有另外一个求法 引栏数的 引栏数的切线 切线 切线 那个渐进线 另外一种求法 没有 那个 三礼拜我们讲到那个 平安数的微分嘛 对不对 我们要求一个 f sy等于你的 方程式的导数 那我们怎么做呢 是把 y当s 数 等到两边 对s 微分 微完之后呢 你可以得到 那一个 result solution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之后呢 再把那个 dy s 提出来就好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例子 DT5 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 我们要求 y prime 就是 dy s 要求 dy s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啊 就是等号两边 对s 微分 把y当s 反书 我们看DT5 你第一个动作就是 就是等号两边对s微分 好不好 就这样子 那 这个 根号这个就是 r分之一次嘛 对不对 所以 这边就变成 x 加 s 平方 这一项是s平方 加y平方的 r分之一次 所以 微分的话就是 它的测放数搬下来 测放数-1 r分之1-1 r分之1-1 再切进来對 这个s平方 加y平方的微分 好不好 这个是更好的微分 那这个 2s s平方是 2s 那5的微分是0 好 第一个动作有问题 可以吧 好那这个负恩之一的话 就搬到父母来开根号 所以事实上就是等于两倍的根号 S平方加Y平方好不好 你根号维恩的话 就是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搬到父母来乘以两倍 再切进来对内传输维恩的动作 好这个维恩的话 S平方维恩是两倍S 那Y平方维恩是两倍的Y对不对 那碰到Y呢 再切进来对内传输维恩是迪Y迪S 这样没问题 好那后边就不动 好之后呢 把那个迪Y迪S整理出来就好了 那怎么整理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2被消掉 对不对 这边提出一个2出来的消掉 把这个乘过去 把这个乘过去 这个一过来 一过来等于两倍S把它乘过去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S加上 Y的底Y的S 你化减一下就可以等于两倍的X 乘上根号的S平方加Y平方 减加X 对不对 把这一过来是等于2S嘛 就把这一项乘过去就好了 好之后呢 你把S搬过来 把Y除下去 所以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这个比Y比Y的S就等于 这分母是Y 那分子是2X更好的 X平方加Y平方减加X 好 这样有问题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个例子 翻例第6 那例第6呢 是要求这个 比Y比S 再负一负一这个点的导数了 那如果我的方程式是根号S分之Y 再加上三倍的根号X乘以Y等于4 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来 负一负一带进来 会满足它的条件等于4 有问题 可以吧 那是不是负一负一在这里 负一负一在这里 这位置 那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好吧 它图显在13向线 13向线 这个怎么做呢 当然求底Y比S 就是还是一样 这等号两边对S尾分 把Y当X按数 做法完全一样 这东西等于 D比X 4对不对 好 根号 这个 这是内产来说 那开个根号 根号是外层 对不对 所以你维分都要怎么维分 就半导分过来 乘以两倍嘛 根号才有 开三次方就不一定了 不是了 对不对 根据那个O温之一的话 O温之一番加O温之一 减一负O温之一 所以就把它搬到分母来乘以两倍 负分之一次方 再切进来对内产素为分 就是S分之Y为分 好不好 切进来对S分之Y为分 加上 三倍的 这个根号还是一样 这个是内层 这是外层 所以对外层这个根号为分 还是一样是搬到分母来乘以两倍分之一 再切进来对内产素为分 对不对 那4的母音是0 来这样也没问题 这样可以吧 这第一个动作 好那两个S温数的 产素的为分 就是那个公式 相处的话 第一项是相处 根号的话 你可以做倒过来 所以就变成O温之一的根号 这边是Y为分之X 对不对 这边它倒过来 好那这边为分是分母的平方 固定分母 为分子Y对S为分就是Y plus 对不对 Y对S为分就Y plus 这些Y plus 抵Y抵S也可以 这些Y plus就好 好那扣掉 固定分子Y 来为分母是1 S对S为分是1 对不对 它加上 这边就是两倍的根号 SY分之3 那这个为分子 为一个固定一个 对S为分是1 固定Y 加上固定S对Y为分 就是Y' 对不对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来把Y'整理出来 怎么整理 这样看 现在把Y'这一项整理出来 这边有两项 对不对 你怎么整理 你可以把不是 这一项跟这一项移到右边 这两项提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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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要乘以他 把它移到右边来 所以是 2倍的S平方分之Y 乘上根号的Y分之S 对不对 S平方分之Y嘛 乘上根号的Y分之S 再除以2 那这一项一过来是减的 减掉 2倍的根号SY分之3Y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Y' 在旁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 除下来 好 除下来就等于 Y2倍S平方 根号的Y分之X 减掉 3Y除2倍根号SY 那分母是这一个 所以是O分之1的根号 O分之X乘上S分之1 加上 好 这就是答案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这个就是Y' 你们看他懂 看来一大串 所以你要怎么整理 这个 这个会不会整理 这个 你要怎么整理 这样看 会不会整理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根号SY分之Y 会不会等于根号的X分之Y 好不好 消一个根号Y分之1 好 根号Y分之1可以消 所以变成 你如果消掉根号Y分之1的话 你变成 你变成 这边要拆掉 这要拆成 根号Y分之根号S 要不然怎么消 也就是说你的根号 你那个要拆掉 你的根号S分之Y 要拆掉 要拆掉 根号Y分之S 要拆掉 根号Y分之S 这要拆掉 根号X根号Y 要不然你怎么消 要拆掉 根号SY要拆掉 根号S乘以根号Y 要拆掉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消 分母 问题就是你不能随便砍 问题是你拆不掉 你怎么砍 你要把它拆掉 一定要拆掉才能砍 不能拆 你又不是整个柿子 你又不是整个连起来的 分子和母同时有 对不对 也不是根号的 对不对 根号Y分之X 根号S Y分之SY 什么的一大堆 这样就可以消 对啊你要有根号Y分之1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拆掉才能 根号Y分之1 你没有拆掉不能用 现在问题是你能不能拆啊 可不可以拆 想想看 这可不可以拆 可不可以拆 你如果可以拆的话那会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I点多少 I点更号-1嘛 对不对 那I平方点多少 I平方就等于-1啊 就等I乘I啊 I就等于更号-1乘更号-1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如果可以用的话 你就拿来用啊 拿来用的话 就变成-1乘以-1喔 所以这等于更号-1 高1.1喔 好不好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得到-1等于1 好 那你这个是不对的啊 这个地方不对 好 有没有人猜啊 可以吧 你这个是不对 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时候可以猜 什么时候可以猜 你刚号那个高中老师应该叫过嘛 你刚号-1乘以-1 等于那个更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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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2-1-1 你拆掉会拆个复号吗 如果你的 两个都是负的 对不对 那另外所有的case 有一个正的话就是 等于根号 就可以猜了 有一个正的就可以猜了 那两个同时为负都要猜个符号 这边猜个符号 对不对 因为你IP1等于负一 第二问题 所以你那个不要乱猜 你是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很好看 不要去把它整理 因为整理都还要错掉 那为什么 事实上如果今天我求的是正的话 那也没有问题 我这第一向线的话 sy可以拆那没有问题 问题不是这样子 问题是今天我求的是负一负一 是在这个点上头 对不对 这点上头切线 对不对 所以你一拆的话就错掉了 你同时每一个项都会拆个符号 你会错掉 对不对 好所以你到这里就好了 你反正你会完就结束掉 整理完就结束掉了 所以所以我们的y' 你就带进来就好 负一负一 好不好 x等于 负一 y点负一带过来 s等于负一 y点负一这边就一了 所以这边有一一 负一的平方负二分之一 对不对 负一负一 可以把二分之一消掉了 把二分之一消掉 可以吗 同时第一个二分之一出来 好 那负一负一 所以是负一 负一负一 所以是加三 所以是正二 负一 负一 所以是负四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负二分之一 可以吧 可以吧 加三分之一 好 所以在这边你看 协力 大概是负二 大概是负二分之一 好 好 看有没有问题 还可以吧 那一个很容易换错的东西 很容易换错 所以你也认为这个违恩很麻烦 他就一开始就拆了 那一开始就拆 一开始就错掉 好不好 你如果这样子 为一分 把它拆掉为一分 你想说这样很麻烦 我就把它拆掉 完 那就分我的平方 什么样 那一开始就错掉 好不好 因为这边会多一个符号 符号 它不会等于四 方程式一开始就不对 好不好 你不要把它拆掉 你不要把它拆掉 整个拿来做就好了 来接着我们看第二个 反应数的尾分 the value of inverse function 那这个反应数的尾分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y等于fx 如果它反应数存在的话 那s就等于f inverse y 对不对 原来是把s送到y 我反应数把y送回到s 那这个反应数的尾分 当然反应数 这时候是y函数 所以你对它为分的话 你是对y为分 对y为分的话 等于多少呢 就是原函数的导数分之一 原函数当然是x嘛 原函数导数分之一 当然 这个分母要不等于0 好不好 好 那这个的话是底的 就是底的f inverse y 底y 对不对 那这边是底的fx 底x 所以你发觉这个 这个就等于x 所以是底x 底y 那这个是y嘛 所以是底y 底x的导数 对不对 这一看就知道对嘛 底x 底y 点于底y 底x 导数 对不对 3分之后 点于2分之3的导数 这没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对这个公式 这个 小朋友都没有问题 因为小学生都知道对 好 看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当然怎么来 第一个这个怎么来 我推一下给你看 再给你看 那边这边他 因为 因为你的那个 反元素跟元元素 对不对 他作用之后会还原回来嘛 对于说来 s为f的domain嘛 对不对 在定义里面的话 你一个s丢进来之后 经过原来素 再经过反元素的作用 反元回来 对不对 可以吧 好 两边对s尾分 两边对s哦 对最内整那个s哦 好不好 对最内整这个s哦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两层嘛 两层怎么办 他用连锁率 这时候你先对外层来素为分 f inverse prime 对他为分 固定内层不动他 再切进来对内层来素为分 来加m t 可以吧 那s对s为11 对不对 好 这个如果不等于0 就搬到父母来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 反元素的为分 取值原来素的时候 就等于原来素的倒数分之一 对不对 或者是 这个就等于y嘛 就是f inverse prime y 就等于 f prime x 好看这个正面问题 这样可以吧 来看这边问题 好这个 注意一下那取值不一样哦 取值不一样哦 反元素都要是取到取y 原来素都要是取s哦 我们看这个图显了哦 这个的话是 y点fs哦 这是原来素 对不对 那这个是inverse 反元素 他们两个对称于y点s这条线嘛 对不对 y点s这条线哦 好 其中有个点s点y0 我们在这边做导数 就是f prime x0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对过来的y点s0的话呢 他的导数是什么呢 就等于f inverse y0 的微分啊 就等于原来素的导数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好不好 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所以你的导数的话 事实上 切线 切线 这个还是一样 对正义这条线 反元s这条线 好 那另外可以看出来就是 原来素如果递增的话 那反元素也会递增 为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原来素 如果这个是正的话 导数是正的话 那导数 他的导数的导数 懂得意思 导就是毁分的动作 他在导数就反过来的动作 分之一的动作 所以 这个 所以如果他f prime是正的话 那这个f inverse prime 也是会正的 所以他递增的话 他就递增 他递减他就递减 加一面题 可以吧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那反元素的导函数怎么去求 我们看例的期哦 例的期这个fs是 两倍s三番减一 那我们要求f inverse的导数 在x那个值哦 因为反元素也是函数嘛 函数的话当然也是从s送到y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对s尾分 那这怎么尾分呢 这当然你会发觉 那我就把那个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求反元素了 我就把他反元素求出来再尾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跟边根本不需要这个公司啊 那我们看一下啦 也可以这样做啦 还可以靠公司 两个都做给你看哦 好 第一个结果呢 你把f inverse求出来哦 你另外等于fs的话 那么充分比较条件就是s点f inverse y嘛 对不对 好求反元素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很快了 这时候我们的y就等于 两倍三方减一对不对 所以你就得到s三方就等于 8一项一除以二下 二分之y减一加一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两边开三方 所以是二分之y加一的 三分之一次方对不对 那这等于多少呢 s等于f inverse y 所以事实上 这个就f inverse y的定义啊 对不对 好 这边如果取一 这边就取一 这边取二 这边就取二 这边取x 这边就取s 好不好 所以我就得到他的反元素了 f inverse x 你把s跟y对掉一次就对了 就等于二分之x加一 开三次方 来看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先把inverse求出来 那之后再拿来为分 那对s为分就可以了 对s为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f inverse s的导数 在s那个值 对不对 就次方式 内外层来素先为n 次方式搬下来 次方素 6-1 所以是负的 二分之二 再切进来 对内产素为分 二分之一 好不好 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呢 整理一下就变成是 这是六分之一的 二分之x加一 的整个的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好 看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直接求f inverse的 导完数 好 可以吧 来有没有问题 好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公式 就是f inverse 对外不一分 就等于原来素 导数分之一 对不对 或者呢 我们的解法第二个 第二个解法 来第二个解法的话呢 你看一下 这个f inverse y 那个 同样你y.fs 这个冲标条件就是s 等于f inverse y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的f inverse的导数在 5y那个值 是y 等于原函数的导数分之一 对不对 那原函数的导数等于多少呢 原来素的导数啊 原来素的导数很容易啊 就是测荒数搬下来 测荒数减一啊 对不对 6倍的x平方 有没有问题 6倍x平方 你会问啊 6倍x平方 这样是不是答案 那因为我们要求f inverse x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是y啊 现在是y啊 对不对 我要把x转换成y啊 把s先转换成y 再跟xy对调 好 这s等于多少y啊 我们看哦 经过这个转换之后 s等于2分之y加1的 2分之y加1 的这个几次方 3分之1嘛 对不对 这s是这样子嘛 这边的x嘛 这边已经算过了嘛 s是这一个啦 对不对 好 这一个的 几次方呢 平方 所以这边有一个平方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 6分之1的 我们把它倒过来 这边次方数刚好是3分之后 把它倒过来是 户的3分之后 对不对 那这边就是 户的3分之后把它倒过来 所以还是一样是2的y加1 2分之y加1 对不对 好 之后呢 这边是y啊 这边是y啊 所以如果这边s 这边就会跟着s 变s啊 然后变回来就好 所以最后把s跟y对掉 对s的话就等于 变回来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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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公式 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好那当然一般就是我前面讲过 你那f-inverse 就是不一定可以求出来 对不对 一般case的话不一定可以求出来 但是可以针对某一个点 我们看某一个点求它的导数 我们看底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fs等于x的五次方 那加上两倍三万加一 你这个f-inverse等于多少 算不出来嘛 对不对 你x的五次方你怎么解 解不出来啦 用这个方法解不出来啦 所以怎么办 只能用这个方法 只能用这个方法 好不好 那这边f-inverse在四那个点维分 什么叫四那个点 就是y等于四 好不好 y等于四的时候的尾分 那我们看一下y等于四的时候 s你多少 你断 转换一下y等于四的话 如果这个y等于四的话 s你多少 要解这个换成四 来我们看一下立体八 来立体八 同样呢 我们如果考虑y等于fs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s等于f-inverse y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的f-inverse 尾分 在四那个点 事实上是f-inverse的尾分 y 对不对 它是对y尾分 那y等于四 有问题 再y等于四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公式是 就是你反函数的尾分 就等于原函数的导数分之一 对不对 那原函数是s函数啊 所以你就是f-par-s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转换一下 x等于多少 想想看s等于多少 你想想看s等于多少 这个s等于多少 y是f-s啊 所以这个等于四都要s等于多少 来来 y等于四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4就等于 带过来啊 42等于x的五次方 加上两倍的s三方加1 能不能把s解出来 这时候s等于多少 来解解看 好所以这个s等于1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嘛 1带过来的答案嘛 对不对 考试的话也是这样看哦 你不要真的去算哦 因为 算完已经下课了 解不出来还解不出来 好不好 特别推销 考试的话不是0 就是正乎1 不然就正乎2啦 好不好 如果不是这几个数的话 你就不要算了啦 放弃了啦 好不懂 好不好 啊鸡蛋精你怎么算 如果不是刚好是那个的话 很不好算啊 对不对 除了奥恩之一那个也可以算 问题是那个 我干嘛考你那个 没有意义啊 而重要的是 但是你那个反而数的微分啊 不是考你那个解那个根啊 对不对 那个解那个根是高中数学的问题啊 好所以这个就等于 这个f's哦 f's 等下来 回来哦 f's哦 来f's是等于 微分嘛哦 所以这个很容易啦哦 就是 5倍的 x的四方 加上6倍s平方 对不对 再s等于1哦 所以带过来就等于11分之1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期限协议在4那个点4上就是11分之1 就是f'inverse 好这个是f's的图形 啊这个是f'inverse的图形 你x等于 你s等于 x等于1 x等于1在这里 s等于1都要对过来 y的等于4 所以经过14这个点 好不好 他的缺陷协议是等于11 好不好好 反而数的话呢 反而数14对过来就10分之1 10分之1在这个值 他y是等于4 x是等于1 对不对 在这边的切线协议等于多少 11分之1 有问题 11分之1 来看有问题 可以吧 好我们看第一题9了 第9呢这个 x3分-y3分-y3分等于sy加1 他求dx-y dx-y怎么做 dx-y不是dy-s 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看出来怎么样 dx-y就是等于dyds的导数嘛 对不对 所以你 你把dyds求出来之后 再把它导过来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可以吧 所以这个做法就是 是应该很容易 这个inde4 应该很容易 好看 这个 两边对s 尾分 好 这个纹就是 双方数搬下来双方数减一对不对 那这边碰到 y 就切进去纹就好了 再切进来 y 对s 尾分 就底y 叠s 对不对 等于 这个两个函数相整纹 纹一个固定 对s 纹是1 固定 y 加上固定s 对 y 尾分 就底y 叠s 后面纹是1 是0 好 把底y 叠s 整理出来 会不会整理 把这个移过来 把这个移过来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得到 这个一过去之后就变成 x 加3倍的 y 平方的底y 叠s 就等于这一过来就变3倍的 s 平方减y 对不对 除下去 所以你把底y 叠s 求出来了 那底y 叠s 的导数就是 底x 底y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底y 叠s 底y 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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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人体 这样可以吧 有没有你 所以 jetzt 最后我们就要钓上 当然 你当然会说 那 我现在既然是 Y是S暗数 那我可以把X当Y暗数来看 倒过来看 对不对 因为两个互回法暗数 没有人说一定要 对X维分 你可以对Y维分 对不对 对Y维分的话 你就把X当Y暗数来看 对Y维分的话 你就把X 所以你碰到S的时候 你就切进去维分 所以第二个解法 第二个解法的话是怎么做 你就两边对Y维分 两边对Y维分 把S当Y函数 把S当Y函数 两边对Y维分 那这个的话就变成 双数搬下来 双数减1对不对 碰到X要切进去维分 因为你是对Y对Y对Y 开吧 后面这一个呢 双数搬下来双数减1 这个Y对什么对Y维分是1 就不用写了 因为同样对Y都一样 好这个也是一样 两个Y函数相乘的维分 维分一个固定一个 对S维分是 这个DX底Y 固定Y加上固定S对Y维分是1 对不对 好 把DX底Y把它整理 合并一下把这个移过来 这个移过来 把它除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那答案了 DX底Y就等于 这个除过来 这个一过来 就是X加3倍的Y平方 这个一过来之后 把它的DX底Y提出来 把那个系数除下来 所以是3倍的X平方减Y 好不好 就应该跟它一样的 好 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看懂 对这个参数的维分 Primatur的这种参数式的维分 好 这个是参数曲线 那X跟Y我们考虑是T函数好了 那这时候呢 当然曲线的话 同样可以求切线协力 对不对 所以可以求导数嘛 对不对 所以它导数的话 DYDX就等于怎么样呢 DYDT DXDT这样对不对 这个一看就知道对嘛 为什么 因为两个分子分母同除DT嘛 对不对 同除DT嘛 那你可以消掉嘛 对不对 分子分母同除DT嘛 对嘛 DYDT可以减成Y'T DXDT可以减成X'T 那我们分母不等于0 分母等于0的话就不存在而已 这没什么 好 那这个呢 是用什么呢 是用连锁力来证明 这证明是这样子的 这是因为 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你的DYDX 那Y是T按数啊 所以我可以选DYDT啊 再乘上DTDX嘛 对不对 用连锁力嘛 可以消掉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那 用缓连锁啊 缓连锁力是怎么样 这两个的话是导过来嘛 所以是DYDT嘛 他乘上这多少 这边是DXDT的导数嘛 对不对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答案嘛 就DY除DT 分子分母同除DT 来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很容易啦 这样可以吧 很好记啦 这种公式都很自然啦 根本也不需要记啦 看就知道要这样做 来看一下问题 可以吧 好不好 读数学啊 或者是读科学的东西 最重要就是那个原理要知道啦 原理要知道啦 原理要知道啦 对不对 为什么来 你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那个读起来很累 你变成一直在背东西 你会读得很累 对不对 所以 好我们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切线翻程式 这种对这个 参数是 S等于T加1分之1 Y等于T-1的瓜平方 再怎么样 再三分之1 1这个点 这是S等于三分之1 Y等于1 那我们要求导数 比Y比S 因为求切线翻程式 就切线协议先求出来嘛 再带那个点斜式就可以得到了嘛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 比Y比S可以求啊 可以求之后呢 最后就变成T函数啊 那T到底我要T要带多少 有没有看出来 T带多少 有没有看出来 T带多少 这个点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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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话是 这边要1的话 T是等于0 T是等于0 所以这点是0 就是 1 1的话是T等于0 那一直过来到这边 2分之1的话是T等于 多少 2分之1的话T等于1 好 过来到这边的时候 3分之1到1的话 这3分之1的话 这3分之1的话 这边是2 所以这边是T等于2 再上来 一直上来 对不对 所以T从0开始 你的路径就这样子 从0开始一直到1 一直到2 就这样爬上来 这是你的轨迹 对不对 就像你一个 那个球一样 从这边 它掉下来 在那边盪上来 对不对 没问题 这是它轨迹 好 到这个点的切线 协力点多少 或者是速度点多少 要怎么做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 对应的T 那个子先算出来 对不对 要先算T T怎么算 因为你的S是3分之1 这个 我们看 因为你的X等于T加1分之1等于3分之1 我们只看一个就够了 因为这边解出来是唯一解 这时候你就可以算出来 T等于 你要求S等于3分之1的时候 它刚好唯一解 所以T等于2 对不对 就在那个点 T等于2 有问题 你带到Y方向也是一样 2-1是1 1的比方是1 好 所以就是要求在这个点的切线写率 对不对 那我们先求它的导数 因为你的DyDx 就等于Dy除Dt Ds除Dt 对不对 DyDt你多少 这个对T为分 双方数分下 双方数减1 对不对 所以是2倍的T-1 对不对 再切进来对T为N11 就不用为了 那这个的话是 相处嘛对不对 对T为分 所以是T加1分母的平方 户的分母的导数 所以这边就变成分母的平方 户的分母的导数 户的分母导数 T加1的文字1 所以是-1 看一遍问题 你可以整理一下 就可以等于-2的T-1 乘上T加1的平方 好 看一遍问题 所以 这个动作可以省内掉了 因为你知道带 你要带 这个缺陷协力 9 就等于Dy Dx 再T等于2 来T等于2带过来 T等于2带过来 带过来 这边是1 T等于2带过来 9 18 所以是-18 好 这样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它的切线协力就得到了 那我们知道那个点 所以根据点协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以这个切线 换成是 Y扣掉Y0 Y0是1 等于协力 所以-18 X扣掉 X0是3分之1 好 这样有问题 你可以一下一下整理一下 或者你可以写成 Y等于-18X 对不对 7人 加6 加1 加7 好 就这一条线 有没有看出来 这条切线 红色这条切线 就Y等于-18X加7 好 看有问题